剛才陳學生委員說你在以色列開了兩個玩笑 我個人第一次看到 後來我又多看了兩邊 我是覺得你是在逃開我們 你說會在打架 而且打都沒有結果 不是打架啦 你再去看一看那個 Fight 我說Fight Fight不是physically fight Fight 以色列也是在Fight 所以我們是在講那個 這個不是重點啦 沒有什麼關係 只是很多人都有 我們委員們私下都在討論 如果這樣解讀我對不起 抱歉 我請教一下你這次回來 你是從美國哪一個城市回來 我從San Diego直飛東京 直飛東京 對 因為那個 要不然就要先到Los Angeles 或San Francisco 你在東京 對 在換飛機 在東京待了幾個小時 我在東京過夜 過夜 對 我想請教一下 你在東京過夜 有沒有跟什麼人見過面 在東京過夜的時候 然後我那個時候有朋友也一起來 有幾位朋友 可不可以跟我們講是哪些朋友好不好 就三個 可不可以告訴我們是哪三位朋友 就一個是生計 他們一直是在幫忙台灣生計 有沒有人是從台灣飛過去的 從台灣飛過去也有 是誰 有一個說要媒體 媒體比較了解的人 他關心這個事情 所以他也過來 對 有人說 有人說 那個人到那邊去教你 要回來要怎麼講 我想我也不要你回答 這個 通常 通常大概人家轉機 都不會去過夜 你在那邊過夜 你很誠實的講過夜 其實我知道你在那邊過夜 對 因為那個 所以我才這樣子問你 轉機 轉機的時候 這個我再請教一下 對 你是在哪一年 2006 310萬美金的錢 310萬美金 我想是2012 但是我要講的就是 因為牽涉到稅了 所以 好我也請教一下 好 2012年 你這 你是哪一年當院長 2006 2006 對 可是我們去看 從2007以後 你所有的財產申報裡面 並沒有那一筆310萬美金的錢 那我就請問你 你在2012年 捐贈了給你女兒 310萬 他從美金 然後從會到台灣來 請問你女兒 有沒有中華民國的國籍 有 他有中華民國 對 我要請教一下署長 好不好 翁院長跟他的女兒 兩位都擁有中華民國的國籍 即使在海外捐贈 要不要在台灣繳稅 跟委員報告 因為依照我們遺產及贈與稅法的規定 如果是經常居住在中華民國的國民 那麼他是就境內外的贈與 都要申報我們的贈與稅 來 院長 那個署長請回 院長請教一下 第一個 你在你的財產申報裡面 從2006年來開始 一直到2012年 並沒有申報這筆310萬美金的錢 第二個 我剛請教你女兒 是不是中華民國的國籍 按照中華民國籍 你也是中華民國籍 你贈與的人 你是要去付稅的 對這個我後來 這兩點 不知道你如何跟社會大眾來講 這個我後來才理解 我在贈與的時候在美國發生 但是台灣 那我先請教一下 我剛才講 你為什麼不財產申報呢 財產申報上面 為什麼沒有呢 贈與一下 不是贈與 你那筆310萬美金的資金 你贈與給你女兒那筆資金 在你贈與之前 那個是從我的 如果委員去看我財產申報 最後一欄在美國的那一些財產 就會看到變動 有變動310萬嗎 有在從2011到2012 那個變動最大 我真的有看你的 對2011 有變動大到什麼程度 有310萬美金嗎 所以我仔細上 我沒有去算變動多少 就是那個是 我看到的資料是沒有那麼多 有啦有啦 要從2011到2012 我在請教一下 在2012年12月4號5號 對 12月4號5號 您的女兒分別買了400張 2600張的這個號頂的股票 對 是還是不是 對不對 這個詳細我不知道 因為那個 我想很多的報紙都登過 對 你在2012年12月4號5號 分別買了400張跟2600張 總共3000張 後來在這個事情披露了以後 這個很多的媒體的 你女兒股票還有1933張 這1933張 換句話說 你中間的儲分大概是1067張 對 對 很早的時候 請問你有沒有買賣進出啊 在中間的 從12月 202012月4號5號 到2016年 我們披露出來這個 這個2月底好了 你中間有沒有買賣進出 除了那10張以外 還沒有買賣進出 當然有啊 因為原來是3000張嘛 那現在是一 就是 1933 現在沒有那麼多 現在一百 一百八十萬股 一百八十萬股 我跟你講喔 我們在秘密會議的時候 財政部提供了一個資料 你們曾經在2012、2013年 兩次賣了1293張股票 對 就是最早期的時候賣最早 那換句話說 你把3000張剪掉1293 應該還只有17 這個1700多張 請問 你中間又有把它買回來了嗎 我的了解是 那個增資的時候 增資的時候是有一些自動的 股東就是要 增資應該會增加啦 對對 可是你賣了1293張啊 所以你到底增加了多少呢 這哪一點 院長你現在這個時候 你不可以再告訴我們說你都忘了 是有增資嗎 這個事情已經是全國街甚至世界上很多人都知道了 然後這個時候你還去裝迷糊 我沒有裝迷糊 或者是你真迷糊 我覺得你很難跟社會大眾交代了 沒有 委員3000張 還有我再請教一下 剛才曾明中委員講 問你 你有投資在 張念慈的一個 一個放裡面 對不對 張念慈可能就去買耗點的股票 是不是 這我不清楚 我覺得你不能說不清楚了 張念慈 裡面有多少號點的股票是屬於你的 這也是一個重點 院長 你現在不能告訴我們說 你通通都不知道 其實我還有很多的問題了 我想日後我再來慢慢請教你 感謝 好 謝謝非委員 好 跟大家報告我們休息